字幕提供 今天要弄啥呢 今天來到了新龍科茂 來看這個IS340 IS240 3D 2.5D的虛擬導播機 到底有多厲害 待會示範給你看 根本就是一台SNG車 根本就是一台OB轉播車 簡化的系統 卻給你帶來很大的便利 便利到什麼程度呢 可以用最精簡的人數 創造廣播等級的高畫質 電視台可以 新媒體可以 網路直播當然可以 我們找到了周董 周董你好 你好 請他來為我們做介紹 好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們的虛擬色萌 我們的虛擬色萌呢 它是可以 這是一個3D的 我們有3D的 內建3D的虛擬場景在裡面 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一個人呢 兼導演 攝影師 還有跟那個主角 周董 這邊可不可以把它播出去 直接就直播了 可以 那我們在這邊預告大家 在哪裡看 直播的話 我現在看到我自己的臉書 已經直播出去 那我直播的帳號是 PIIJACK 我一直在直播 我已經直播了兩個小時 那周董 在臉書上面要打哪個字 臉書 PIIJACK JACK PIIJACK 好 麻煩大家現在可以在臉書上看到這個直播的結果 畫質非常的清晰 光線也非常的好 現在阿伯在這邊直播 你看阿伯有沒有像小鮮肉 皮膚被光打得多好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現在演練一下 就是說 他目前的設置方式是這樣的 利用綠幕 藍幕 都可以的 對不對 周董也為了這個東西 開發了一個很便捷的 攜帶式的 綠幕系統 可以Key 可以將人整合在這個3D的環境當中 我 我 還可以開幾個ME呢 開幾個框 呃 這個框呢 是我們自己可以隨意 我還可以隱藏起來 我有 這有一個模擬特 兩個模擬特 除了這兩個模擬特框以外 其實我還有左銀螢幕 還有六銀螢幕 還有六銀螢幕 其實我跟他一樣 我自創的數字 然後就是切換背景的牆 我可以願意快速地去切換 這是地板 天花板的數字 然後桌子 這是桌子 我用桌子 要換上桌子 等一下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換過來 換了以後 如果位置不太對的話 我們還可以做調整 馬上就可以調整過了 告訴大家 木工事務現在失業了 木工事務 失業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很快速地 那我可以快速地加一個LOGO 哇 這個LOGO 這個LOGO呢 我也可以放大家縮小 我們每一個物件呢 在這個3D場景裡頭 都有X軸 Y軸 Z軸 還可以縮放旋轉 所以 它的切換是相當方便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它拉遠一點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個 快速場景的切換 我場景的方式 換一張背景 可以快速地製作一個情形出來 然後這有12個機位 這12個機位呢 最酷的一點就是說 我可以用滑鼠來控制 也就是說 演講者呢 今天如果都沒有人幫我的時候 沒有關係 我只要把滑鼠移到這個輸出螢幕 那我滑鼠有左鍵 右鍵還有滾輪 我按中間的時候呢 機位就會調到中間的機位 然後我只要按滾輪 我就可以做這個機位的操作 然後呢 按左鍵 這個滾輪 我按左鍵 就會恢復到 就會切左邊的螢幕 在中間又回到中間的機位 然後再按右鍵 然後這個時候呢 比如說我是 我是那個股市分析師 我就可以在這裡做講解 我這裡有筆 可以直接在這邊做講解 那在輸入的部分呢 我們這個Monitor裡面呢 我這裡有四路跟輸入 第一路當然是攝影機 就在拍人 那我還有第二路第三路第四路 比如說我第二路接的是 Nodebook 這是筆記型電腦 那我就可以把你要講的電腦呢 我就連接下來 連接下來以後呢 我就把它放在Monitor裡面 比如說我放在 我現在是放在第二個Monitor 那我也可以放在第一個Monitor 現在就兩個Monitor都放 那Monitor裡頭的素材呢 除了外部接收以外呢 我還可以是圖片 也可以是影片 可以做快速切換 可以做快速的這樣切換 那我還可以上一層的字幕 這個字幕呢 我們事先做好 我還可以上一層的字幕 那我把所有的字幕拍好呢 我就可以按Next 就可以做切換 字幕的切換 麻雀雖小 五臟俱情 所以只要 我們小小的一個設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自己做一個 個人的電視台 這邊先開一下直播 這邊 在這邊跟大家說明 器材並不是取代你的工作 它是讓你的工作更加簡化 創造更豐富的應用 所以這觀念要弄清楚 所以說我們之前 常常看到一些示範 他們會覺得說 哇完蛋了完蛋了 以後要失業了 其實不要這樣想 現在這直播的結果 現在訊號很差 我們會場 會場有一點 網路有一點塞車 你可以看一下 通常在這邊都是這個現象 大家都在用網平寬 用得很兇 沒關係 你們在外面其實是看得到 我們現場是下不下下 這是剛剛的效果 可以說根本就是一個電視台上升 整個電視台就在你家了 OK 那你家有了電視台 啥事不能做呢 當然新媒體的時代 要有適當的投資 跟這個花費 就能夠穿到很大的效益 我相信將來 新媒體一定是 迎駕於電視台的一個機會 一定很快就實現 再來看到 這是Pistone 這是Pistone 可調角度 PTZ 叫Pistone 那你如果有了一台這個 那你就可以自由調整角度 非常的便利 那 340跟240嗎 240 340跟240 他們兩邊的差異是差在哪裡 340的話是可以做到真3D 真3D就是說 有厚度的 對對對 比如說我可以坐一隻飛機 從你身上 可以繞一圈 那240的話 它是模擬 它是數字變焦 它不能真正做到3D的 這樣的一個功能 對 它最大的差異是這樣 我現在現場的評鑑是這樣 就是說 我所看到的畫面 顏色皮膚各方面來講 都還不錯 再來它的Layer很多 哇 很多個Layer 等於說你基本上 我相信 都已經完全超過你的需要了 那這超過的部分 你都不用擔心將來什麼 升級啦 相容不足啦 或者是不夠用 都不用擔心 因為它都超過你需要的 對 坐在那等便便便就對了 對 坐在那等你了 都不用擔心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總歸一件事情 它擁有的是 多G camera的訊號輸入 SDI HDMI OK嗎 都OK 都OK VGA也OK 也就是說 你的Notebook進來也行 再來你的手機畫面 跟平板電腦畫面 其實透過轉接器 直接HDMI轉進去就行了 對不對 對 好 攝影機本身 還有外部訊號員本身 已經進來了 再來你要做的是什麼 直播一些網路上的資訊 互聯網的資訊 譬如說股票網頁 或者是一些其他人的直播畫面 要直播進來 或者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用LINE 你用手機連進來 然後用手機去連LINE 跟國外的人進行溝通 同時把LINE的畫面連接進來 就變成跨國視訊 LINE我現在還沒試過 不過我用過Skype是沒問題 我用Skype Skype還有QQ 都沒問題 LINE我還沒設 反正螢幕出現什麼 就能播什麼 我有一個虛擬攝像頭 不是螢幕 我是 我可以把我的合成的右螢幕 你在Skype就看到 它就是一個攝影機 你可以抓它 比如說 我的電腦裡頭有一個USB攝影機 但是你灌了這個系統軟體以後 你會看到一個虛擬的 比如叫iStudio 那你就選iStudio 你看到的就是整個的合成畫面 它就是當作一路攝影機輸出 所以在Skype的遠端看到的 其實是右畫面 它不是攝影機的畫面 是合成的畫面 我們用這個來做那個 遠距教學 遠距教學 對 大家可以看到 新龍科帽在這方面的用心 它不會讓你投資到請家蕩產 卻可以帶給你 我Pro中Pro的專業等級的產品 讓你在這個影像製作上來講 可以花的最少得到最好 可以這樣說吧 可以 很有自信的這樣說 很有自信 對 因為 再來他們的服務 不用擔心 他們的工程師 跟他們技術人員 都非常的到位 因為他們研究的夠專精 所以敢 敢把這麼大的系統 整合成一個 大家都能夠用的東西 對不對 對 那這個到底到哪買呢 我告訴你 新龍科帽上網打 新龍科帽 那英文代號怎麼打 你的英文 打什麼 三個 www.pii.tw 沒關係 看字幕 看字幕 那這個直播呢 最主要就是 來這邊逛逛展覽 看到了 周董在這邊 其實我關注他很久 但是呢 因為我 現在都比較做簡單的東西 這麼複雜的系統 對我來說 over了 記得一件事情 給專業的來 你懂吧 像這種系統 就要給專業的公司 來幫你服務 你才能夠得到 技術的提升 還有 性能的發揮 那我們今天這個 組配的是 IS 240 你現在看到是240 這是240就那麼厲害了 對對對 那340不就 對 340你說飛機可以從 在我的頭這樣 繞一圈 對 他自己有自己的空間 就對了 他是一個3D模型 那他可以 可以飛機 可以在你身上 飛一圈 哇 趁這個展出期間 最近展出期間 趕快過來體驗 燈光系統 有了 攝影機系統 有了 EFP導播系統 有了 重點是Live Streaming 有了 還有專家 還有專家 對對對 有了 任何宜蘭雜政 你有什麼需求 有專家在這裡為你解 為你做系統整個 我聽說還有一個是攝帶型的 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今天2樓 在做一個4G的展覽 那我們攝帶型的 等一下你如果有空 可以到2樓 2樓的攝廳那裡 那我們有一個三螢幕攝帶型的 一個設備 總統你那個 你那個三螢幕攝帶型的直播 你先直播 然後我分享到我那邊 我幫你給大家看 他是在樓上 在樓上 那邊好像 我不曉得有沒有網路 因為我們這邊有申請網路 對 我怕那邊 那邊沒有網路 沒關係 下次你直播的時候 我看到就幫你分過去 OK 沒問題 因為我們那邊都是 專業用 好 我下次要直播的時候 我會先跟你講 然後看他打到哪一個帳號去 對的東西不怕推 懂嗎 對的東西就是推出去 讓大家知道 那今天也很幸運 就是說 剛好經過看到這個 其實我個人就很想要的東西 那因為ELP 他要用的人很多 那剛剛的評估是這樣子 他能用少少 事情做得好好的 一個人就可以做 真的 真的 而且 我看這介面都很直覺 人性化 你基本上 跟你講東西在哪裡 按一按就出來了 沒有過去那麼多的那個 TD工程要做的事情 沒那麼多了 他都 錄影 他就錄影 好 這一次的直播呢 你有任何的問題可以留下來 那我們周董他們的技術人員 會幫各位解答 包括你認為設置上來講 你的應用方面在哪一個領域 是特殊的 譬如說網路拍賣 OK 網路拍賣 你用這個牛肉 我跟你講 你可以在你的產品建立的資料庫 隨時拉VCR出來播啊 對不對 對 哇塞 那你就知道了 可以在Facebook做網路拍賣直播平台 那可以得到的效益是你沒辦法想像的 說真的啦 可能做一兩場拍賣直播你就賺回來 沒錯 那這個產品 IS240 IS340 2.5D 3D的虛擬導播系統 擁有直播功能 各位新媒體的直播主 請你密切關注 我們一有時間 一有機會 會把各項運用 帶給大家 那你們可以到 世貿齁 六樓齁 來找周董他們 來先播播看 可以嗎 可以嗎 真的可以齁 6701 隨時歡迎 6701 人家周董答應囉 周董答應囉 你們各位直播主 各位網紅們注意 注意網紅們 這裡有一個導播式給你免費使用 你來體驗看看 播播看 製造他的威力 那重點你自己要做功課 做什麼功課呢 你要搞得多花 你不要說你人來處在那邊 不要這樣子 把你的生活照 把你錄的VCR 還有勒你去錄一些名人 錄一些名人VCR 可以合成 然後再來合成 你懂嗎 那你整個影像的作業結果呢 就可以津天東地到什麼程度 我告訴你 你就是網紅中的網紅了 我跟你講 因為目前網紅來講 還沒看到這麼大手筆的 那你不妨來這邊直播體驗看看 那在這邊呼叫 各位網紅們 密切關注這個直播系統 你先來體驗 不用擔心 周董這邊熱情 先幫你播播看 可以客製化的那個 直播點嗎 譬如說我要直播到鬥魚去 他只要有IP位置給我 UIL 只要給我你的UIL 周董這個遙控器在嗎 可以幫我拉進來一點 遙控器 這個 這個 亮度稍微再調一下 就可以把皮膚調得更立體更真實 OK 可以把人的位置重新定義過 有夠方便 對 這台很方便 對 是 他這到來這有LUN 有 Oh My God 有LUN 你看看 他還有LUN給你喔 我站在這 我就可以 我就不用 不用人幫我 幫助我 我就可以把 攝影機的位置 就可以對準 接下來的工作重新定義 攝影師就到外面出外景 那裡面的工作自己來就可以了 對對對 對不對 那你的東西變得更加的活潑 更加的 有變化 叫內外雙修 里外兼顧啦 哈哈哈哈 一個人 一個人的電視台 是是是 你拍完的東西 直接就丟到裡面來匯錄 之後呢 就可以當VCR Play了 對不對 對對對 我可以錄製程都可以 好 現在這個東西 目前是VHD VHD 那4K什麼時候會上 4K 4K的話 應該蠻快 因為4K的市場 就是輸入 輸入端現在還不夠 我們現在還找不到 有超過兩個的擷取卡 現在大概 擷取卡大概是 一張大概只有一路 所以現在效能上來說的話 4K目前 其實市場也還沒成熟 目前大概一路是很快 但是 呃 如果我要多錄的話呢 可能就 就還要再等一下 要找多卡槽的 可以 對對對 目前還沒有 目前大概只有一路 大家都會來問說 4K到時候市市場怎麼辦 我跟你講怎麼辦 播不動怎麼辦 哈哈哈 先別這麼急啦 不過HD播得爽爽 就很偷笑了 而且臉書目前呢 也只播你播到720 720 那YouTube也幫你播到108 那你家如果說真的是比較好野 什麼都是光纖平寬什麼的 你可能4K你播得動 但是我遇到的狀況是4K播到雷底卡卡 基本上你家4K播不動嗎 我們家是光纖 我可以打上去 但是你不見得收得到 對啦 你拉下來說真的 你也是卡卡 不要貪心 1080先過了再說 等完了守守之後呢 再來考慮4K的運作 好不好 那今天謝謝周董 新龍科帽 來幫我們做這個直播的介紹 謝謝 IS240 IS360 新龍科帽 記得大家關注 各位網紅們 記得在我們的世貿的這個大樓的6樓 6C01 6C01 0102 來播一播這個豪華版的直播裝備 你就是網紅中的網紅啦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謝謝 謝謝